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國幾十年前有講過有個小孩有美 我們原本應該是有毛有美的 很多人說 你突然看到這些有毛有美 就好像一種反祖現象一樣 這個是追溯一下 就是因為有一些其他的動物 可能是和我們人類是遠親來的 我們有共同祖先 而那些共同祖先 很多時候就會有這些有美 還有身上有很多毛這些特徵 就是這些如果我們突然之間在基因上面 是表現一些是我們遠祖那些這樣的特徵的話 就是一些反祖現象 所以你說人類的祖先 當我們還未成為今日現代智人的那些人類祖先 有毛有美 應該都是一個共識來的 我們就知道我們是有一些基因層面上的一些開關制 沒有開著到 或者反過來這麼說 它可能開著了一個抑制了尾的掣 還有開著了一個抑制了一些毛不要亂生的一個機制 於是我們看出來就是不會有很多毛和沒有尾 好 現在的基因那個知識這麼豐富 我們找不找到哪個基因是決定了我們有美還是沒有美 其實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想法 就是我是什麼決定了我們沒有那條尾的呢 其實你看大自然很多的動物 都有些或多或少經歷了一個由有美變沒有美的過程 你不要只是說現代智人 即是人類 你看黑猩猩 一大隻坐在那裡 一個傾框坐在那裡 沒有美的 你也知道有些沒有美紅 可能都不多的 很短的 它的體型很龐大 但它的美很短 甚至乎有些喜歡是養貓的朋友 都特別可能選這個尾有缺陷的貓 那個貓是特別短尾的 幾乎是短尾的 就會有些人類以外的其他動物都會表現到會短尾 或者甚至斷尾的一些這樣的現象出來 所以我們都估計一下 應該是有基因的因素決定的 即是當你有個基因 它決定了這裡是沒有美 不繼續生 那個美骨那裡不要再繼續發展下去 那接著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的美龍骨 基本上就是一個發育不健全的美疤這樣 再加上在我們那個胚胎的觀察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那個剛剛由受精卵發展出來的 那個最原始的胚胎形狀 剛剛看到有條脊椎的時候 你會發覺 無論是人 蟲鼠 老鼠 還有一條魚 它那個胚胎形狀不是差太遠的 有條脊骨 那條脊骨最重要是特別長 是長的有條尾出來的 但是零零細細 人的尾 開始有一點慢慢慢慢就會縮了縮了 最後真的成胎 都不需要說嬰兒生出來 去到基本上有了整個人的形狀的時候 你已經看到沒有了那個尾巴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會想到 在一個基因層面上就決定了人有美還是沒有美 所以就會問了 是在基因的機制裡面 什麼的環節出了這個問題 或者再簡單一點這樣說 會不會只是由一個簡單的基因就決定了這一回事呢? 這個也是研究那個人類演化 以及研究這個基因工程的人 就會很喜歡研究的問題 就是尋找什麼基因令到人類沒有了尾巴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想像呢? 就在很久以前 不是說人 但是人類的和其他動物 就是這些 猴子 星星共同的祖先 那時候有些有美 有些沒有美的 可能有美的更多的 但是沒有美的那些在那個進化 是牽連了一種優勢 令到其他這些有美的 是慢慢就變了 越來越少 那這個可以解釋就是人為何沒有美呢? 嗯 這樣講啦 你用演化優勢也可以 可以向很多的方向解釋很多東西的 那你會發覺最後有些東西有美 有些東西沒有美 那你都可以這樣講的 就是有些有美沒有美都可以是一種 令你適合在環境生存的條件 但是呢 這裡又這樣講啦 人類來說 你會發覺其實 就是有美沒有美 可能對你的生活上的影響不是很大的 就是如果要你上班賺食 要你洗澡的時候多洗一條尾 我想應該不會太麻煩的 不是 這條尾是可以用來做武器的嘛 是啊 多一隻東西旁身 裡面有 就是這條尾裡面有骨的嘛 是不是 可以拿來當鞭這樣發人 是不是 老虎尾的嘛 你不知道沒有聽過虎尾腳嗎 那另外就有些動物要這條尾 你想都想不到的 就是譬如你好像河馬那條尾這樣 就是它那條尾主要是拿來 幫它將它撒出來的屎 就撥到周圍都是這樣的 那它就特意要這樣做來 去顯示自己瓦炸 霸著地盤那些這樣的事情 那這些就是題外話啦 那我們記得在上一兩個星期 我們有解釋一個問題的 就是人們怎樣去邁向這個直立行走 那個理論是怎樣走出來的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拿出來說的 我們就說 其實呢 我們原本沒有什麼必要故意直立行走 不過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發覺有時候呢 如果我們除了在樹上面跳來跳去 還可以透過去拿著一些比較矮的樹的樹枝 在地面上面走 就好像呢 我們在一架搖搖搖搖搖的巴士 和地鐵上面走的時候呢 一路兩隻手拿著扶手 兩隻腳在下面走的時候呢 就反而令到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呢 就多一個途徑可以用一個更快更穩陣的速度 向我們的目的地去邁進這樣 那很多時候就是一種演化的優勢 這個演化的優勢 不是只是說跟那個手部肌肉 腳部肌肉和那個尾巴有關的 我們上次提到這件事的時候 還說到跟我們的耳骨裡面的髮肉有關 所以你會發覺這些這樣的特徵呢 就是我想不只是一兩個特徵一度共同演化 是幾套東西一起去演化 才能累積到足夠多的演化 變成為一些 就是令到我們和那些原本在樹上跳來跳去的 那些這樣的寧長類動物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就不能夠一概而論就是說 是不是人類突然之間沒有了條尾巴 接著就會很著數 這個不能這樣一概而論的 那個就是和環境之間的商戶關係 就是很漫長的一個這樣的累積而得出來 而且中間很可能就是有些是演化失敗 我們以為是開頭著數了 後來發覺不著數 絕了種 也都有 那說回那個研究先 現在就在一個紐約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那裡 他們就開頭就有研究人員 最初找到一個初步的答案 他就從什麼開始呢? 他就從一些沒有了尾巴的老鼠 那裡去做研究 因為我們去分析老鼠的基因 相對那個資訊量就是簡單一點 我們看一下有老鼠的基因 就是有老鼠的基因 有老鼠尾巴的基因 還有那些沒有尾巴的老鼠的基因 他們的分別在哪裡? 那初步我們定到 原來是有一些叫 他的名字叫TBXT的一個基因組 似乎就是講到這件事情了 有了這樣的線索 我們再嘗試去看一下 在一些比如寧長類 或者甚至一些猴子那裡 他有些尾巴長一些短一些 有些甚至乎是缺陷了沒有什麼尾巴的 也都發覺同一個基因在作怪 於是就很興奮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簡簡單單的基因 就可以解釋整個人類 為什麼沒有了尾巴的圖像呢? 其實這個資料不是最近才找到的 原來是用了兩三年時間去找出來的 但是當時找了的時候 根本就不敢去馬上發表 因為中間遇到很多其他的反覆驗證的問題 一時間搞不清楚 所以這裡又要講 就是在他們那個發表的時候 其實都要非常謹慎 由那個老鼠和那個猴子得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完全就是擺進去人那裡呢? 因為你在人那裡你沒有見過那件事情 就是有美的人和沒有美的人 他的基因差了在哪裡? 我們需要的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尋回基因的那個演化 來去把這個過程給多一些證據去重組出來 比如說人類他由這個和猴子 他中間的那些中介物種 或者他們一些的共同祖先 或者甚至乎是牽涉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牽涉到一些已經是絕種的物種 這裡講不清楚 那就由很多其他物種那裡再要驗證 就是說究竟是不是這個TBXT那個基因 就是起到這個作用 在這個文章裡面 他都沒有說很仔細去最後解釋到 這個基因最後是怎樣去導致了 那些動物是沒有了那個尾巴 那麼他提了一點點的 有了這個基因 他就會令到在那個身體發展的時候 你去怎樣去令到身體發展出一種 就是一種遺傳物質 一種信氏遺傳物質 其實都是一些MRNA的東西 令到他能夠指揮身體繼續去產生 還是不產生的尾巴呢 那麼那個中介度原來是搞了大輪的 甚至乎也都中間懷疑過 其實不是的 我見有一些動物本身 他都有這個TBXT的基因起作用 但是這個這樣的基因 不足以令到他表現到 就是由有尾巴變成沒有尾巴 於是在中間 究竟這個基因是怎樣去作用 在那個生命那裡 令到他最後出來有尾還是沒有尾呢 那裡又搞了一大輪 所以令到這個結果 原來足足都由開頭找到這個基因 到正式去公佈疏理好中間的因果關係 都用了兩三年時間 那根據這個報道去講 就是為什麼有一件這樣的研究 就是事源就是這個研究者 自己抖了一條尾龍骨 他這樣講 那是華裔來的 但是我們在那個進化上面 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什麼時候 這個靈腸類 就是我們人類的祖先是沒有尾巴 那他這個文章裡面沒有特意提到 但是你看到大約在直立人時代 你看到那些人的圍骨 流出來都是沒有尾巴在那裡的 所以那個尾巴的消失應該 是在說在直立人出現之前 就應該會是沒有了的 如果以我們一般常識去推理 他這裏說應該是2500萬年前 是啊 你想一下那個 由直立人 你都是在說 以幾十萬年去計 是不是? 到現代智人 明年就是近20萬年的事 所以如果他說2500萬年前 以前我們剛才那個推理都是正當的 還要早很多時候就發展了 沒有尾巴 現在我們就開始孔明這樣說 沒有尾巴就好像挺好啊 挺好啊 但是其實有尾巴呢 不要忘記 如果說真的數2500萬年前的人類遠祖 那樣東西都不是人類來的 那樣東西都不是人類來的 那樣東西都不是猴子 那樣是什麼呢? 總之就是他們的遠祖生命 那他就應該是在那些 樹上面 周圍去騰來騰去的一些動物來的了 那你可以說那些 紅毛猩猩啊 猴子啊 那你見有一些這樣的特質 就是他在樹上面 周圍跳來跳去 用靠隻手去周圍 飛來飛去 不是飛來飛去 就是靠隻手去 由一枝樹枝 扯著去扯去別的地方 這種這樣的模式 遠遠多於在用隻腳碰到地的那個時間 那你也都需要由一個樹撲去別的樹 為了遷移啦 為了餵食啦 甚至為了逃命 這樣的樣子 有條尾呢 你就會發覺 在這些時候就是好處的 我們知道比如蟲鼠啊這些都是 尾巴是完全可以幫它控制了飛行的方向 什麼時候落地得早些慢些 它就有多一個的自由度去幫它控制這件事情 所以有尾巴是對於你呢 在一個不是叫飛行狀態 是呀 是在這個空間上面跳來跳去的那個狀態呢 你是多一些的自由度 多一些令到你對自己身體狀態多一些的控制 那當你一選擇了落地的時候呢 你就那個尾巴呢 反而變了是多餘了 你就沒有那麼再需要依賴尾巴 反而你是更加需要那個 就是那個耳骨裡面去找平衡的機制 還有你手腳四肢的協調 來去令到你在那個地面上面行進 那就是 這要起碼理解到 那個尾巴的那個優勢就不是那麼明顯 那於是乎就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就令到就是說 反而沒有了尾巴就更加有條件 多了條件去繁衍下去 說不定它可以就是少了尾巴被人抓住呢 更好處一點呢 那這個就不清楚了 是啊 但是我想到一個 就是跟現代人很重要的姿勢呢 是令到我們沒有尾巴是很舒服的 我坐在那的時候 那如果我的尾巴 那我怎麼坐得舒服呢 是吧 嗯 不知道的 可能到時候你改了另一種坐的姿勢 那可能令到我們現在設計的椅子又不同了 或者是多個位置來擺尾巴 那又在坐的姿勢呢 是不是 即是那張椅子後面挖多個洞 讓你可以擺尾巴舒服一點 是吧 OK 好 接著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那麼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那麼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 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 就是我想說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事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我和企圖 對不起